沒有永遠的輸家 也沒有永遠的贏家 在亞洲棒球錦標賽季軍戰 韓國與中國的對決 就為這句話做了最好的詮釋 泡賽大軍 預賽爆冷輸給中國 二度碰頭不用說就是要復仇 4局上突破中國王牌先發投手 幹權的封鎖 6隻安打送回4分 4比0的領先看起來好像穩穩的 雙方通勢 富有往來 不過阿里郎沒算到的 是中國的纏鬥韌性 遠遠超乎想像 面對4分的落後 龍的船人在8局下 展開了一場大逆襲 不只接連安打開啟得分攻勢 就連韓國自己手臂也亂了套 一雷手沒能接吻 平白無故再丟分 而中國打線 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脈一樣 打到停不下來 眼看只剩下一分差 二三雷有人的大好機會 第二棒的羅景俊 當然不能錯過 小白球帶到右半邊 恰波逼的安打出現 淚上兩名跑者通通回到本壘得分 這支帶有兩分打點的三雷安打 帶著中國逆轉戰局 唱片要多嗨 又多嗨 而韓國隊則是人人看傻了眼 羅景俊今天54猛打賞的表現 就是本場的就是大英雄 加上牛棚也很給力 成功手下最後半局 各位觀眾朋友 中國八皮六零球 拿下亞警賽季軍 追平對手最佳成績 人人嗨的衝上場慶祝 反觀又一次比賽後段 被逆轉翻盤的韓國 一點錯愕 我到底都看了什麼東西呢 第四名坐收 也追平對手記錄 不過是最差的名次 打出驚奇的中國 展現自己棒球實力的進步 同時也獲得2020年 六搶一奧運最終資格賽的門票 外圖新聞帳號報導